DJI LIDAR焦点测距器图传连接线教学视频 DJI LIDAR焦点测距器RS图传连接线 可以将DJI LIDAR焦点测距器RS DJI图传发射器 DJI RS跟焦点机2022 以及外部电源连接在一起 与相机及手动镜头搭配使用 可实现镜头标定与自动对焦 形成一套跟焦监看系统 此系统还可以与DJI RS3 Pro配合使用 即可实现及增稳远程监看遥控自动跟焦的系统 使用前请务必确认所有设备均为当前最新版本固件 LIDAR焦点测距器RS图传发射器及图传高亮监视器 请连接至电脑 并使用DJI Assistant 2 Ruin系列调材软件进行固件升级 跟焦点机2022 可使用此连接线连接至图传发射器后 将图传发射器连接至电脑 并使用DJI Assistant 2 Ruin系列调材软件 进入DJI图传发射器页面后 在固件升级页面 点击DJI RS跟焦点机2022 进行固件升级 线材接口及功能介绍 DC-OUT和USB-C图传连接线 连接至DJI图传发射器 DC-IN电源输入接口及USB-C接口 用于供电及通信 USB-C跟焦点机连接线 连接至DJI RS跟焦点机2022 用于供电及通信 双USB-C LiDAR连接线 连接至DJI LiDAR焦点测距器RS 用于供电及通信 P-TAP电源连接线 连接至具有P-TAP接口的外部电源 为其他接口所连接的设备供电 安装孔 使用包装内附带的 英质1⁴螺丝 或公质M4螺丝 可将此连接线固定至 摄影机上的对应螺纹孔 监视器设置 图传发射器及高亮监视器 已在控制模式对屏 图传信号正常 左右控制手柄已安装到高亮监视器 然后点击图传高亮监视器 右下角AF-MF图标 LiDAR跟焦辅助设置菜单 即可进行相关设置 跟焦模式 可以选择AF自动跟焦 或MF手动跟焦 可使用右手柄AF按键 切换AF-MF模式 在MF模式下 可使用右控制手柄波轮 进行手动跟焦 跟焦区域 可以选择网域和自由点 使用普通镜头时 此处显示开始校准 点击即可校准跟焦点机 镜头配置 C1、C2、C3 可添加三组镜头信息 点击删除即可删除 当前选中镜头配置 添加不同镜头信息时 需进行镜头标定 LiDAR安装距离 可调节LiDAR焦点测距器 焦平面 和相机焦平面之间的距离 如果焦点测距器安装底座 不在摄影机焦平面位置处 那么需要调整该参数 画中画 开启后 监视机画面就会显示 LiDAR测距器可见光图像的小窗 点击一倍或两倍 即可调节图像的放大倍率 可用于近似匹配摄像机的画面 根焦灵敏度 可调节根焦速度 支持五档调节 数值越大表示根焦速度越快 镜头配置 当需要使用LiDAR进行自动跟焦时 需进行镜头校准及标定 以下为您介绍镜头标定流程 在镜头配置处点击CR 输入镜头焦距值 点击开始镜头校准 校准完成后 点击确认 将相机画面中心对准约1米处 备摄主体 推荐对准人进行校准 此时画中画显示 LiDAR可见光图像和距离 当框出目标 距离值在1米左右时 使用右手柄拨轮控制摄影机镜头 合胶后 点击确认 再将相机画面中心对准约4米处 备摄主体 当框出目标距离值在4米左右时 使用右手柄拨轮控制摄影机镜头 合胶后 点击完成 即可完成镜头标定 连接DJI RS3 Pro 使用DJI R相机控制线USB-C 连接图传连接线上的USB-C通信控制接口 是DJI RS3 Pro的图传LiDAR焦点测距器接口 即可实现LiDAR测距器 图传的互联互通并提供增稳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